每日一百字 歇心 读心 明星 原来开悟这么简单 苗董任言一千日 让我们一起共同学习 苗董任言一千日 第162日 经文段落 安南 坚决无知 因色空有 如鲁金泽在祈陀林 昭明西婚 社居中宵 白月折光 黑月变案 折明案等 因见分析 此件维护 与明案向 并态虚空 为同一体 为非一体 或同非同 或亿非亿 安南 此件懦户 与明案 与案 及于虚空 原一体者 则明与案 二体相亡 案时无明 明时无案 若与案一 明则见亡 必亦于明 案时当灭 灭则云合 见明见案 若明案疏 见无生命 亦云合成 若此见经 与案与明 非一体者 辱离明案 及于虚空 分析见缘 作何形象 离明离案 及离虚空 四见缘同 龟毛兔角 见明案 虚空 三世 巨翼 从何利见 明案相背 云合或同 离山缘无 云合或翼 分空分剑 本无编判 云合非同 见案 见明 信非千改 云合非翼 如更细省 威细省 省翔 省地省官 明从太阳 岸随黑月 空属虚空 雍归大帝 如是见经 因何所出 见绝 空完 非和 非和 不应见经 无从自出 若见文之 信元周辩 本不动摇 当之无边 不动虚空 并其动摇 地水火攻 君民六大 信真原荣 皆如来藏 本无生灭 阿难 鲁信成伦 不悟鲁之 见文觉之 本如来藏 鲁当官使 见文觉之 为生为灭 为同为义 为非生灭 为非同义 鲁成不知 如来藏中 信见 绝明 绝经明见 清静本然 周辩法界 随众身心 应所知量 如意见根 见周法界 听秀 长处 觉处 觉知 妙德 云然 辩周法界 圆满时需 另有方所 春月发现 世间无知 或为因缘 及自然性 皆是时心 分别忌惑 但有缘说 都无时意 经文 萧文 主题 明 见大 即性 周辩 助解 祈陀陵 祈陀太子 所思 之树林 中宵 半月 之时 白月 至 新月 初一 至 满月 十五期间 黑月 至下半月 十六 至三十期间 灰毛 兔角 比喻 本无所在 相背 互相违背 萧文 至此 恭请 兼威法师 持非开示 诸位全球云端 共修的学员 大家好 今天是苗董楞言 一千日 第162日 我们要谈 根大 即性周辩 这个问题 是在 四科七大的 这一个段落 这里要汇通 四科 即性常柱 要原章 七大 即性周辩 四科七大 本如来账 但是阿南 不知道 他以为 佛陀所说的 一切世间 种种变化 是四大 和 这是一个 通则 也是佛陀 常说的 因缘法 现在佛陀 讲到 如来 葬性 乃至于 我们讲的 这念心 就讲 他是非 因缘 非自然 因缘自然 二句排定 所以他突然 就迷糊了 他也不懂 这个到底 究竟的 意思是什么 到底是 佛陀 讲的 法 前后矛盾 还是 佛陀 其实还有 更深层的意思 因此 在这里 佛陀 就为了 阿南的 疑惑 来做 更详细的 谈论 跟讨论 那我们这里 因为前面 讲 四科七大的 四科 是五音 六入 十二处 十八戒 这是对于世界的万法的分类 那再来再进一步 对七大 就是用另外一个方式来分这个世界的万法 就是分成地水火风空 那现在是第六个 根 那第七个叫做事 那根这是什么意思呢 在这里佛陀就讲 见 觉 无知 因色 空 有 所谓的根 就是六根 六根呢 在眼 曰 见 在耳 曰 闻 在鼻 是绣 在舌 是长 在身 是处 在意 是知 那这里 讲的 见呢 是指的是 由眼根 所出现的功能 叫做见 那见觉 无知 因色 空而有 本来呢 没有见 是因为有色 有空 这是色成 色成就分成色 跟空 就是有色 跟无色 那我们要怎么去 做这样子的认识呢 我们怎么了解 这个根 是在哪里 平常没有用 你没有办法知道 它的作用在哪里 它是没有功能 但是呢 遇到 近 有成 的时候啊 就能够见 就产生了 这个见 所以 这见是怎么来的呢 是对近而有 对 成 而有 所以他这里 讲 譬如说 如辱 今者 在其托灵 朝明 细婚 社居 中宵 白月 则光 黑月 便暗 则明 暗 等 因 见 分析 就 譬如说 我们现在 在 企托灵 中 这是 佛陀在 其数 几孤独 园 在 说法 白天呢 是 有太阳 所以就有 这个 光亮 晚上 到 细 就是 晚上的时候呢 就 不太清楚 就看到 一片 黑 那 晚上 的时候呢 社居 中宵 即使是 半夜 如果是 月圆 满月 白月 则光 那如果是 下半月 黑月呢 就一片黑 因此呢 有光 有明 有黑 乃至于 有暗 那这个 明暗 这两件事情呢 就是 射程的状态 那怎么知道 有这样子的 差别呢 有这种亮度 的差别 是因为 有贱 因贱 而分析 因贱 而能够 分别 好 那这个贱呢 我们就来 讨论了 此贱 为贱 与明暗 相 并太虚空 是同一体 还是非一体 就是贱 是要能够 贱到明 跟贱到暗 那明暗 是 成 是有相 的 明相 就是亮亮的 暗相 就是黑黑的 所以我们可以知道 我现在看到 眼前的明跟暗 它是一个相 那请问 我的这个贱 是跟明暗相 还有是中间 所产生的距离 就是我要看 它这个虚空 这有明有暗 那我到底是 这个贱呢 是跟他们 是同一体 还是非一体 这里要谈的是 我的心 如果是同一体 就是和和 那如果不是同一体的话 那就是非和和 那这个贱是独立的呢 还是可以跟 沉静是一体的 或者是我的贱跟 沉 能贱跟所见 是同 还是非同呢 是同一个 还是不同 异 或非异 所以现在呢 在讨论是一体 或者是非异体 或同 非同 或异 非异 那这到底是 怎么去分析 因为如果是因缘法 你可以从里面 厘 因是什么 缘是什么 但是呢 现在我们看到的 这件事情啊 你看到的静 你是跟静 是一起的 还是不是同一个 只见若负与明暗 即与虚空 是原一体者 就是这个心啊 本来就是一样的 那就是没有分别嘛 好 原一体者呢 则怎么样 明与暗 二体相亡 暗时无明 明时无暗 若与暗一 明则见亡 必一于明 暗时当灭 灭则云合 见明 见暗 这前面呢 我们有谈过 见明之时 见非是明 但是呢 如果见明之时 现在跟明 很见 是一体的话 明跟暗啊 虚空是一体 那这样子就有一个问题出现了 则明与暗啊 这两个 这两个状态是不可以同时并存的 叫做二体相亡 有暗的时候啊 暗存在的时候就没有明嘛 明存在的时候就没有暗 所以这两个呢 是互相灵夺的 它不是可以共存的 所以这个地方又黑又亮 就没有办法 所以呢 如果这个见是跟明跟暗是一体的话呢 那请问它是跟明一体 还是跟暗一体 若与暗一 就是跟暗是一体的话 那在明的时候 这个见 就会跟随着暗一起消亡 好 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 那我们的明就看不到啦 现在是在明 因为暗已经消失了 所以呢 你就没有办法见明啊 好 那必依于明 如果呢 它跟明是一体的话 暗时当灭 好 那灭了之后 你怎么能够看到暗 就看不到暗 所以见明见暗是表示呢 它跟明跟暗不是一体哦 这样子我们就了解 这一段比较简单 好 若明暗书 见无声念 依云合成 是不是 所以不管是明 还是暗 它在变化 书就是在变化 这两个境界在变化的时候 见始终都在 它没有随着明生而生 暗生而生 没有这样子的话 那就是表示 见是没有生灭的 那请问这样子的时候呢 见与明暗的一一体 这件事情 它就不成立 一云合成 好 那再来呢 若此见经与暗与明 非一体者 那如果是第二个论述 不是一体的话呢 如离明暗 及与虚空 分析见缘 做何形象 那来我们来看看 那请问 见是长什么样子 因为它跟明 跟暗分开 那我们 能够看到见 就是我们可以知道 见是要靠明暗的分析 你才知道有见 所以基本上 它应该不能够脱离明暗 那现在是 跟它是不是一体的 因为前面的论述 我们知道 它没有办法绑在一起 那如果它是独立的个体 好 如离明暗 及与虚空 你来分析 请问那个剑 长什么样子 做何形象 离明离暗 及离虚空 那这个剑 是剑 原同 龟毛 兔角 其实它是没有办法存在 它要对境而有 所以呢 如果你要离明 离暗 离虚空的话呢 这个剑 它就像龟毛 无龟毛 有没有这个东西 没有 兔子角 有没有这个东西 没有 那明暗虚空 三世俱义 从何利剑 那再来呢 还有明 和暗 和空 这三个啊 都不一样 那你要怎么样 从这里脱离 抽丝剥茧了之后呢 去分离出一个剑呢 你会发现 没有办法把它脱离分开 因为它不是一体的话 你变成没有办法定义这个剑 好 明暗 你相被云和或同 第二个问题呢 就是同或不同嘛 好 那问题是现在呢 剑和明和暗 它是同还是不同 明明明就是明 暗就是暗 所以它也没办法说 我跟明一起 那它就不能跟暗一起了 我跟暗一起 我就不能跟明一起了 因为它不是同的问题 它们两个就不同嘛 这两个不同 那你的剑到底要跟明同 还是跟暗同啊 所以没有办法哦 离山远吾云和获益 那你如果把明暗 全部通通都拿掉 那它们也不能说 它是不同耶 为什么 因为没有明没有暗 通通去除 然后去掉虚空 那它就是一个同哦 那就不是义了 你看 既又不同 又不能说它不同 既又同 又不能说它是同 哇 这个很诡异 就分空分建 本无边际 就是分空分建 本无边判 就是这个没有这个旧 分空分建 本无边判 就是我们要把空跟建分开 这没有办法 那个建跟空 你要去哪里分它的界限 云和非同 建民建暗 性非迁改 云和非义 就是你如果要去 这个把空跟建分开 这两个东西 它本来就没有边哦 那你怎么去分说 哪个部分是建 哪个部分是空 然后这两个是同 那你要建到明 建到暗 那其实呢 建本身 它不是随着明暗而改变 所以你也不能说 它不一样 是不是 除非它是跟明绑在一起 它就会不一样嘛 那问题是 不管是明也好 暗也好 不一样的是明暗 不是建 所以你也不能说 它同 也不可以说它不同 也可以 也不可以说它是义 也不可以说它是非义 那这样子到底 要怎么去定义这个建呢 因此呢 我们就要了解 其实我们要继续再探讨 它又有更深层的意思 那我们今天呢 因为这个段落比较长 所以我们先把上半部 先讲到这个地方 那回到了最前面的问题呀 它的问题是什么 它就在讲 我们看的时候的这个建 这个动作 是与明暗像和太虚空 是一体还是非一体 结果呢 讨论完之后发现 它既非同体 也非一体 那是同还是非同 一还是非一 结果发现都不是 所以呢 它不能够用同跟一来讲 因为它 既不能够用因缘法 也不能用和和法 也不能用自然法 那这个到底是什么 这叫做不可思议 我们用世间的这个论述的方式 世间的逻辑 相对的概念去探讨 你会没有办法解释这件事 没办法定义它的边 也没有办法定义它是同 还是不同 好 那我们明天呢 就再来看下半部 那以上看看今天的这个论述里面 讨论里面呢 我们怎么去分享或者是提问 师傅好 我们这边在讲说 我们的那个见大 见文解释之信 都是非因缘 非自然 是行业发现的 那跟那个 另外在讲说 那个一切万法 为心所现 为事所变 那这两个是不是在解释 同一个道理 就是同一件事情 只是它用不同的 不同的语言文字表达 是不是这样 请师傅慈悲开示 我们在这个认识世界的时候 它会有一个切入的角度 那在为事的观点 叫做为 为的意思就是 万法 为心所现 为事所现 为事就是随 寻业 寻业发现 那 的确呢 如果寻业的话 寻业它会有一个法则 就是这个世间 它怎么运作 它有 有眼耳鼻舌生意 有对静 有色身 香味 触法 那我们在运作的时候 就会有 所谓的 因缘 合合 那它现在呢 在谈的这件事情 是超越 因缘 合合 所以它在谈什么呢 它在谈我们 所认为的 因缘 合合 之法 它是在这个 事的世界里面 它是符合 它的游戏 规则 但是如果我们要回归到 它的源头 再讨论 它是从哪里来 就开始发现 没有办法用言说 去谈 那这里是阿南 他要用粗的观念 去论戏的观念 所以他没有办法 去理解这件事情 因为他所认识的世界 就是地水火风 合合而来 小四大合合 好 那现在呢 要谈的是 那地是有从 从哪里来 水从哪里来 乃至于 剑是从哪里来 好 那如果是这个剑呢 它是有一个 对象的话 那是不是 它跟 那个明暗 这两个呢 是合合 好 所以它事实上不是 那也可以说 它的确是 为心所现 好 为心所现 为事 所变 那这里呢 我们就要讲 那如果 为心所现 为事 所变 我们就又要问说 那这个变 是不是 他们两个加起来 你会发现不是 就像我们照镜子 照镜子啊 那个镜子 我一站在镜子面前 我看到的那一个是从镜子 生出来的吗 不是哦 那镜子本来没有啊 我现在呢 在它镜子面前 里面那个像 从哪里来 是我家镜子嘛 所以呢 如果我们要用因缘法 去拆解的话 这个镜子里面的像 它是可以 找到它的来处 它是从哪里来 它是从我的脸来吗 它是从镜子本身而来吗 它是脸加镜子就有吗 所以我们就知道 哦 当我们要讲到这个现象的时候 似乎好像没有办法用 世间的逻辑去分析它 那就像我们讲空 空是怎么组成的 我们前面讲地 地大的这个围城 它是怎么组成 它是累积吗 还是呢 它是处法 还是惩法呢 都不是 那这些法则啊 我们在世间可以用得上 一加一等于二 但是有很多地方 这个时候就出现问题 现在镜是一 明暗是二 对不对 那一加明加暗 不等于三 现在问题是这样 所以它会谈是一体 还是非一体 所以我们要讲到佛法的 这个如来藏啊 就会开始没有办法用 平时的认识来论述它 那至于刚才所说的为事啊 为事所现 这件事情我们一直都很难体会哦 比如说 我们常常会问哦 就这个世界是你还没有来到这地球上之前就存在 还是你来的时候才出现 那大家来想想看 你会什么回答 那同样的 如果这个答案是如此的话呢 那我们就要问哦 净土是原来就有一个地方叫做净土 然后你以后投胎就像你来到地球一样 还是净土它不是存在在某一个时空 而在你的心中 那我们现在就要来慢慢的去突破这个观念哦 那这个观念呢 很有趣 我们可以先不要有 马上就有一个答案 或者是别人的答案 我们要去思考这件事 那这样子我们才会真的了解 心是什么 这个世界又是为心所限 那到底是什么意思 好 以上先给大家一个疑问 疑情 师父 好 我是永东 我有一个很简单的问题要请教师父 可是我不懂 就是我们讲地水火风空剑式 这个剑 这个元素 那为什么在称七大的时候 他就变成根大 那这个剑呢 是剑性 还是我们讲的望剑 我就是这两个问题 请教师父 感恩师父 好 这个问题不简单 这个 这其实是什么 这是因为我们前面在讲那个 根层相对 世生其中 这世界在十八界的时候 有六根对六成 还有六四对不对 十八界是根成四 那前面呢 地水火风空 是在把这个六成重新分类 用地水火风空来分类 地水火风空 那现在呢 这个剑呢 是六根 六根 但是因为呢 要举一个例子 六根的根 一次就六个嘛 这一组就六个 所以呢 他其实是在讲根 六根对六成 有了六四 这个剑 那这剑是什么呢 他的剑啊 我们要讲 他是由根而生 但是他是不是指那个肉眼呢 其实不是哦 但是他是不是指剑性呢 又不是哦 他是那个根的作用 叫做剑 根的作用是剑 所以他不是妄剑 因为妄剑就是是了 就是等一下 我们下面两堂课 会谈到是 是就有什么 眼是 耳是 鼻是 舌是 身是 意是 这时候就要讲一个是 那这里讲的根呢 其实他是 既不是肉的根 因为我们讲这个根啊 六根 眼耳 眼耿耳根 鼻根 舌根 身根 这个就是 我们就说这有两种层次 一个叫做浮沉根 一个叫圣意根 他比较接近圣意根 那个根 那他是不是剑性呢 他是一个剑的功能 也可以谈 他是剑性的一个 就是根大了 不会讲 就是 就是这样子 那但是如果讲见性 他是心嘛 他是真心 那我们一般呢 通常在谈这十八戒的时候啊 我们在讲这个 六根啊 那就是眼根 但是又不是肉 肉的根啊 不是这个两只眼珠 这个是属于射程的部分 那射香味醋 他就又变成四大和和了 所以他其实不是在讲 那个肉体的剑 而是在讲那个剑的功能 他是心法 这样了解吗 大概了解 那师傅再请教一下 所以这个剑 这个根大其实也就是剑文觉知的统称 那但是我们就抓一个头出来叫做剑 是这样吗 是 是 因为这个整个楞严经呢 一开始是阿南他是因为看嘛 所以佛陀就就他的根性来谈 因为他就是 当初发心呢 他应该是这个视觉 他就是看到佛陀很庄严 所以他的这个剑 是比较灵敏的敏锐的 那如果呢 我们要用其他的也可以 如果你很爱吃 你可能可以讨论蛇根 那但是呢 因为阿南他是剑 所以我们就一直以他为例 剑文秀长觉知是一此类推 他都是一样的诡则 所以他这里讲六根 其实现在六根远通 根大远通 要不然这个根 这个剑比较狭隘 因为他没有包括文 所以其实应该要回到根 而不是这是根性 而不是这个发而为剑而已 他这样比较局限 那因为他举例 举例说 所以他前面呢 在这边前面讲的时候 他有讲到一个绝有没有 剑觉无知 因色空有 他就是还是在谈说 剑的时候呢 其实还有一个知觉嘛 我觉察到剑的这个功能 因色空而有 那他因为他如果不用的时候 眼耳鼻舌生意 这个不用的时候 他是没有作用 他等于是你找不到他 所以要借由某一种静 你才会知道 哦 我能看 所以平常的那个心呢 没有作用嘛 但是呢 在眼能见 在耳约 闻 所以你要从他的动作当中去 谈这件事情 他比较臭相 他就不是说很具体的一个 眼前一颗苹果 你就可以去掌握说 他到底是长什么样子 他就变成是一个心法的领域 这个范畴